欢迎来借个家 大家好,我是可可 昨天晚上我们回来的比较晚 然后去接孩子 跟婆婆说了一下这个事 她知道我们租这个院子 然后她也去这个院子这儿去看过 因为时间比较长了 都半年了 我婆婆就是 虽然不说 但是肯定也是心里头比较担心的 因为这次 这个院子比较大 然后我们今天去大家 跟她详细的说一下这个事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后边 要是真正的就忙起来 孩子她还得帮我们接受 今天去我婆婆家 跟她聊聊这个事去,走 下雨了 下雨了,下雨假雪 抱着,她爸每个眼睛 没有,那爸留着一个 我到时候给她爸借点钱 给她借,打电话给她借钱 她爸一个月三年多 你给她爸借钱 你要给她打电话 说回来给她打电话 多少钱绑你 绑妈接受孩子 都是最大的帽绑来 知道吗 这是小意思 现在我家的账也还完了 我心里我也没有杀 能挂钱了 没杀压力了 不想想了 不想想了 好好的给她找孩子 那好好的几年再贫 贫一年 再干一年 好好整一下 但是你趁年轻 你不干,你拿去 是的 都安给你爸干了 想干也干不成 你上哪儿 常上哪儿干个话 也都不要你了 现在年龄大了 所以说,你俩都这样考虑吗 你年轻不干 你啥时候干 是不是 到你那儿岁数再干 你啥时候干不成 好得干 还比咱俩总的一枪 给这里 那爸回来了 爸,你借多少钱 能是找人借钱呢 我叔叔没钱 多少得借我点 找人借钱 叔叔没几百钱 借一下 这是没几百钱 这是没几百钱 工作没有了 还没划了 手前拉的卡子没钱 大剑都给这把走了嘞 我叔叔都没钱 没几百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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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了没几百钱 逗你那小伯爷 知道你没有钱 半年签去干啥钱干了 但是有一点就是 以后不管干啥 不能再借钱 不能再借钱 对,就是个低限 不能再借钱 给你自己能力干 对了 所以油钱都干 没油钱都不干 不能再借钱 不能再借钱 我婆婆嫁给我公公以后 过来真不容易 十九岁都结婚了 二十岁都结婚了 都跳出帐篷了 一直到去年春年才结束 这无失事了吧 这是一个女人的婚姻 这算出货坑了 账啊,新鲁三国 我显然就没压力了 我嫁给小飞也是 一直都在借账 算是我们 2023年 算是我们都解脱了 我们俩都解脱了 这个账是解脱了 对,所以以后 不管做什么事 我们是不会再 不会迁账 做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事 这点就是个底线 不能再欠账了 好,好好的干 好好的干 现在过幸福这时候 好好的弄链 好好的弄链 这样的爸爸说 明天让你给男人要 对,明天让他在厕所 不能背地的再见 明天不要,你马上留钱 哈哈哈哈